大家好,我是陳美濤 今天想說說血刀老祖這個角色 在連成缺這麼沉屈的故事裡面 居然有血刀老祖這麼頂天立地的奸角 他在金融小說裡面 是小友地完全沒有掩飾 也沒有改變的奸角 為什麼他可以衰得這麼脫俗呢? 其實血刀老祖一生人 就只有一個追求 美女 他既不是像歐陽克陽過那麼英俊 也不像韋小寶有些特別才能 靠正常途徑去追女生 血刀老祖就不可能追到美女了 於是他就利用一身絕世武功 奸淫婦女 但大部分武俠小說都有淫賊 血刀老祖的特別 不在於他的行為 而在於他的思維 小說裡面 血刀老祖捉著水生 奸笑著問 嘻嘻嘻徒弟仔 你知不知道女生最寶貴是什麼? 迪环嚇一跳 心想 哎呀死啦 女人最寶貴的一定是貞傑 老和想要強姦她 怎知血刀老祖說 女人最寶貴的 就是她的樣子 為什麼血刀老祖覺得樣子最寶貴 而迪环一聽就覺得是貞傑呢? 因為在古代社會 一個女人沒有了貞傑 會遇到很多難關會被歧視 貞傑這個答案 是站在女人的角度想的 但對血刀老祖來說 女人有貞傑 可能是bonus啦 但如果那個女人實在太醜 血刀老祖完全沒有興趣 她有沒有貞傑甚至是生還是死 都沒有意思啦 所以血刀老祖答最寶貴的是樣子 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用望著一碟送的心情來回答 你漂亮點你正點 我就享受多點 這裡就展現了壞人的心路歷程 在他們眼中 所有人都是為自己服務的 只分為好用和沒用 不過 這樣都可以見到 血刀老祖還停留在紫華神18歲的年代 以為女人漂亮就夠 實在太膚淺了 她不知道身材也是很重要的 作為壞人 她也有一顆赤子之心啦 但有心是不夠的 逃亡過程中 血刀老祖有少少空閒的時間 望著水生感慨 正呀!驗福不淺呀! 迪雲又以為她要強姦水生啦 怎知血刀老祖走到一邊 閉目運功 不搞住,我們夠時間練功啦 看得出 血刀老祖雖然喜歡美女 但她非常清楚 自己為何可以為所欲為 不是因為英俊有才華有錢 純粹是因為一身絕世武功 在任何時候 她都要保持自己的武功水平 甚至有美女在面前 都要先擺一邊 所以說 大家要清楚自己的優勢在哪兒 時刻保持競爭力 才有機會一心追求理想的 我們可以坐下 我們可以坐下